第六题 根据第一次及第三次的实验结果可知 下列哪一项推论正确 A 单摆的白角大小会影响摆动的时间 我们看到 我们前面在做的第一次跟第三次 他们的白角大小都是十度 因此 我们这是控制变因 我们无法知道白角大小对摆动时间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选项的A呢是错误的 选项B 单摆的周期与摆锤的质量无关 那我们看到 我们在第一次跟第三次 一个摆锤质量是20 一个摆锤质量是40 而他摆动的时间是20.1跟20.2 虽然有个点1跟点2 但这是估计值是属于误差范围内 所以可以视为他摆动时间相同 也就是摆锤质量的改变 不会影响摆动时次的时间 不会影响我们的周期 所以B选项说单摆的周期跟摆锤质量无关是对的 选项C 单摆的周期与摆长长度成正比 那我们又再度看到 我们的第一次跟第三次 我们的单摆的长度呢都是100公分 这又是控制变因 这又是控制变因 我们无法知道摆长的长度与单摆摆动的时间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的选项C呢也是错的 选项出 摆锤的质量若改为60公克 则测得摆动时次的时间一定是20.3秒 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单摆的摆锤质量 与我们的单摆的周期是无关的 那么我们这边有20.1 20.0 20.2 那么这个102都是所谓的估计值 所以我们改成60克的时候 我们的测量结果可能是20.1 20.2 20.0 当然也可能是20.3 但绝不会不会是肯定保证必定是20.3 所以我们的选项出的答案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正确答案只有B 第六题问我们说下列哪一项推论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单摆的周期与摆锤的质量无关 我们下列的周期与摆锤质量无关